好了兄弟们 咱们今天来谈一谈iPhone 12 Pro Max 三颗摄像头的综合摄影体验 首先咱们从这颗超广角开始 一句话总结 硬件是真的垃圾 但是你说能用吗 真的还能用 在1万块钱这个档位 还敢用这么小的感光元件 我觉得除了苹果也没有其他了 当然这里要说明一下 苹果它的超广角不良性 主要是在感光元件的用料太小了 1比3.6分之1 这个真的是有点感人 但是它的镜片用料其实是还行的 就不说三星华为这样的品牌了 华为有着史上最大的超广角感光元件 1比1.5分之1的尺寸 很多旗舰手机的主摄像头 都达不到这个尺寸 三星超广角的CMOS的尺寸 也是iPhone 12 Pro的主摄像头级别的尺寸 甚至小米OPPO Vivo 或说价格不到苹果3分之1的 那些国产厂商的手机 它们的超广角也不是这么感人吧 超广角的光圈只有2.4 而且这个感光元件只有三星兵狂的1比3.6分之1 这个尺寸比苹果自己的长焦镜头的1比3.4分之1还要小 而长焦镜头的单像素面积就只有一微米 而超广角只会更小 那当然面对这么小的感光元件 苹果自己也不好意思来说这颗感光元件 它的那个单像素的尺寸是多少 我们知道那颗长焦镜头的话 已经很小了 它的那个sensor 它是1比3.4分之1 它的单像素尺寸是一微米的 但这颗超广角 它的sensor面积是要更小 所以它的单像素的尺寸 对吧 具体多少呢 我是查不到 如果你们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而苹果的超广角镜头不良心的有两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光圈做大或者是焦距变长 都会对空间有要求 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的镜头模组 Max的空间明显更大 不然也不可能放进更大的感光元件和镜片模组 以及Max上焦距更长的长焦镜头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大的空间里边 苹果用了一个和iPhone 12系列 其他手机一样的超广角镜头 它完全可以给超广角一个更大的感光元件 那最后一个要吐槽 就是这个超广角它不是自动对焦 它是定焦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一个对焦 当然我理解其实超广角 它其实你说自动对焦那个意义不大 因为它本来就拍那么广 它就是要拍容纳更多的物体在里边 但是安卓上早就有了自动对焦的超广角 人家可以拍很轻的微距 虽然那个不是很实用的 因为你怼那么进去拍的话 其实可能光线会挡住 而且那个机变镜头机变也会被放大 效果肯定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聊顺悟 对吧 人家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对吧 苹果你来个定焦 这个拍进了就真的是拍不了什么东西 那下面我就要说说这颗超广角 它的一些优点了 第一个呢 就是它是真的广 13毫米 首先苹果这个超广角镜头 刚出来的时候呢 一直都是最广的 等效13毫米 最近才被国厂品牌打破这个记录 带来了很震撼的视野 如果懂得构图 那么这个镜头可以创作出很有意思的照片 而且苹果镜头机变矫正 虽然是机内矫正 属于软件层级的 但效果确实还不错 华为呢 用上了昂贵的物理镜片 来进行矫正 通过传统的物理手段 而不是用软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得点个赞 那么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这颗超广角 它的镜片用料真的还可以 它的边缘裂化 或者说紫边会插的表现 都还不错 而且还有一个小惊喜 超广角在直面光源的时候呢 很容易拍出星芒的效果 虽然不能和单反镜头的星芒相比 但是作为手机来说 偶尔拍拍太阳穿过山峰的夹缝 这样的表现还是很加分的 第三个我觉得这颗超广角优点 都是它的普世性 无论是4K60帧 HDR或者说ProRAW 都是一印俱全 其他摄像头能做的 我全部都可以做 超广角录制视频的防抖效果不错 不过超广角嘛 各家防抖都不错 毕竟有很大的裁剪空间 来做防抖缓冲 但是苹果值得学习的是 裁剪幅度并不大 你们可以看看很多安卓的超级防抖 那画质不敢恭维 而且裁剪幅度巨大 完全失去了超广角的意义了 关于防抖的问题呢 我后面还会详细讨论 第四 色彩的统一性和白平衡表现很不错 苹果的主摄一直以来 在白平衡和色彩表现上 都能和长焦以及主摄像头保持一致 无论是白天夜景 很少有飘逸的情况出现 总结下 12 Pro Max 或者说整个12系列的超广 日常使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尤其是你不放大看细节 随手一拍 而且和其他两个镜头无缝切换 不用担心一些功能的缺失 但是你要和一大票的安卓旗舰 比绝对画质 那苹果肯定是被吊打的 随便你怎么计算摄影 至少现在 苹果超广的画质是打不过安卓的 但是能用吗 能用 拿着水果刀和人家的武士刀来对干 居然打得也不错 虽然最后依然被秒杀 但反过来讲 如果广大的安卓厂商 能用上苹果的神优化buff 那结果一定让人期待 下面我们来谈谈三颗镜头 我最喜欢的一个 65毫米的长焦镜头 是的 它确实焦距不长 但这个焦距拍人是真的好啊 有些同学可能不太理解 焦段对于物体透视关系的影响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 这个被射物体呢 我们就用这个圆柱体来表示 那我在它的后方 分别放一个物体a 以及一个物体b 那这个时候 我拿一个手电筒 一个光源去照射它 那我们看65毫米的 它这个夹角是比较窄的 所以的话 我是可以把a和b覆盖 而不被前面这个圆柱体给遮挡住 那么我们放大试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光线的话 是覆盖了a和b 也不会被这个圆柱 前面这个圆柱给它遮挡 那么如果我们拿这个13毫米的 广角镜头来拍同一个物体的时候 那就是不一样的情况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的夹角很大 所以当这个光源离近的时候呢 它很容易被前面这个物体 它的两边给遮挡 导致a和b 它就拍不到 广角越广 物体的畸变就越大 如果拿广角拍人 有时候耳朵都看不到了 因为光线以大角度 通过我们脸的两侧 脸颊挡住了我们的耳朵 而小角度的长焦镜头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而拍人像这个焦段呢 是真的舒服 生活中大部分的场景 就是风景和人像 超长焦和微距用的确实不多 但我认为 有这样的功能是很酷的 其次 它的光圈呢 只有2.2 相比12Pro 长焦镜头上面的2.0呢 更小 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 纯粹的意识力 会更弱一些 同样的位置 低光画质 Pro Max 会不如Pro 但呢 它也有两个优势 第一 焦距更远一点 我们知道 人像镜头的理想焦段呢 是50到80毫米左右 Pro的52毫米呢 稍微短了一点点 而Pro Max呢 直接取了这个焦段 最理想的中间 65毫米 画面看起来 即便很小 人像更舒服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焦段的区别 人眼对肤色和脸型的变化 是很敏感的 稍微一看 就能觉察到 不对劲的地方 第二 白天场景65毫米 有更好的细节 那当然就是一点点 不放大看 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依然认为呢 这是个优势 第三 感光元件呢 虽然很小 但是这块CMOS的硬件素质 真的还不错 因为苹果一直都允许 第三方软件 接入长焦镜头的API 可以拍摄Rog式的照片 我测试过 iPhone X的长焦镜头画质 真心不错 尤其宽容度和信造比 不输iPhone X的主摄像头 能在这么小的镜头上 做到和主摄像头 几乎相同的画质 还真是挺牛逼的 第四当然还是普世性的 其他镜头可以做的 长焦镜头 一印俱全 4K60帧 杜比世界 Apple Pro Raw 而且镜片的用料 也是一如既往的高素质 那长焦镜头 不给力的地方呢 是苹果自己的触发机制 光线稍微一按 苹果就会在你使用长焦的时候 自动切换成主摄像头 进行裁剪拍摄 让你以为是用长焦 其实并不是 我看很多评测 都没搞清楚 到底是哪个镜头拍摄的 就开始评价 苹果手机长焦镜头的低光画质 所以通常 如果我要强行启用 长焦镜头来拍摄的话 就得调用第三方软件 最后我们来说说 苹果的主摄像头 虽然感光元件 大了接近一半 47% 防抖也用了Sensor Shift 但实际成像效果来说 我只能这么讲 和普通的12系列 主摄像头 没什么区别 很多评测 也都说到了这一点 它只是在夜景的 成像时间上 有所改进 让你拍摄长曝光时 手持时间更短 成片率更高 苹果虽然开放了很多相机的API 但是并不会真的允许你为所欲为 直接访问相机的原数据 而是在原数据上面 构建了一个自己的平台 所以其实第三方软件开发者 只能在苹果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操作 而不是安卓手机上那种 开发者可以 如脱缰的野马一样 尽情发挥 这样做的好处 是可以保证兼容性 稳定性 比如苹果开放了4K60帧的权限 那么所有第三方开发者 就真的能揭入这个功能 而安卓不可能的 每个手机厂商 对每部手机的API开放权限都不一样 一个软件也不可能在所有手机上 获得完美的体验 总是不稳定 总是缺少一些功能 或者耗电巨大 没有防抖 反正就是让可用性大大降低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主镜头 由于是在苹果一个划定的范围内进行操作 苹果也保证了各个手机相片的成像风格 和最终结果的一致性 所以我觉得苹果是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这个CMOS的能力 这样的事情苹果以前也干过 比如同样苹果手机的基带 一个采用了英特尔 一个采用了高通 英特尔基带性能不如高通的 苹果就限制了高通的基带能力 来将就英特尔的基带 以给用户带来同样的体验 理论上只要苹果愿意 肯定是可以通过软件 释放出MAX主摄像头的全部能力的 不过以苹果的尿性 基本上不用抱期待了 它宁愿在下一代的iPhone中 释放新手机的能力 也不会通过软件升级 来释放MAX主摄像头的全部能力的 这里还要注意一个 苹果采用大底摄像头带来了副作用 就是最近对焦距离变远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拍微距 12系列的其他手机 都可以拍出比MAX更好的微距 因为它们的最近对焦距离 都可以离物体更近 而距离越近呢 虚化效果越好 这也抵消了MAX大底主摄像头 带来的背景虚化 所以这个大底主摄像头 日常拍摄不见得比其他的 12系列的手机好 拍微距呢还更垃圾 最后来说几个总体体验 第一 防抖 个人觉得苹果的防抖能力 绝对是最好的 先说拍照 拍照的防抖呢 基本上是要靠光学防抖 类似多帧合成这样的数码防抖 它的效果是不能持续太久的 而如果你启用第三方软件 来拍摄照片的时候呢 就会失去算法方面的优势 纯粹用相机的硬件来防抖 苹果的censorship的效果 肯定是第一梯队的 普通人在五分之一秒 到三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下 手拿稳点出片问题不大 而视频防抖基本上是数码防抖 大家看评测会看到 好像很多国产厂上的手机防抖 很牛逼啊 比苹果还稳 手摇来摇去的画面都不动 但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两个问题 第一 这些超稳的画面 画面幅度裁剪很大 如果开启超级防抖呢 会进一步裁剪 而且这时候用到的都不是主镜头 而是超广 画质会有进一步的裂化 其次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 很多视频防抖 比苹果更好的手机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画面看起来有延迟 它是把实时的画面延后了 你快速小幅度移动手机的时候 画面不会有任何变化 看起来很稳是吧 但如果你要移动手机的角度的时候 会让画面看起来像粘柱一样 反应慢半拍 过了一秒画面才开始动 如果你用苹果也想用到这样的功能 很简单 下载一个三方软件 打开电影级防抖这个功能 就可以获得类似的画面 而苹果自带的防抖 是防抖效果也好 灵敏度也高 你指哪打哪 马上就可以转过去 绝对属于综合性能体验 最好的梯队 第二我们来谈谈眩光问题 首先手机镜头或者说相机镜头 都有眩光 只是程度不一样 三星小米华为 OPPO Vivo 也能说出名字的手机画面 面对强光源就没有不眩光的 但是苹果眩光确实比较严重 在旗舰机里边 属于最差的那一档 但是如果你说 这个对实际拍摄影响大吗 我自己觉得不算很大的影响 首先苹果的眩光是比较容易回避的 你用手挡一下 或稍微调整一下拍摄角度 就能避免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对夜间的视频录制确实影响要更大一些 希望以后苹果能给出更好的镀膜 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第三我们来谈谈体验的统一性 每个镜头能做到的功能一致性都非常高 这样的体验在安卓手机上是绝无仅有的 无论你现在用的是哪个安卓手机 如果你的手机 所有摄像头都能做到以下的功能 请你把手机名字打出来让我看看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没有安卓手机有这么好的统一性体验 你的手机是不是每个镜头都可以录制4K 60帧的视频 每个镜头都可以以RAW格式出图 全部摄像头都可以慢动作拍摄 当然了 这也要说明一下 iPhone前置镜头呢 极有120帧的慢动作镜头 其他的镜头全部是可以240帧的 而苹果今年的Pro系列更进一步 所有的摄像头都可以录制10比特的杜比世界 60帧4K HDR视频 第四 我们来说一说苹果的视频拍摄能 视频方面我先说说不行的地方 第一 最大的问题是数码味道太浓 机内锐化像屎一样 没有电影感 放大看 情像不结实 人物肤色表现也不好 而且这东西你是基本上没有办法来修正的 即便你用第三方软件 也没有办法直接接入苹果的原数据 只是在苹果划定的某个范围上来进行操作 第二 曝光闪烁问题一直延续直击 尤其在你跑动的时候 天空的曝光一直无法锁定 第三方软件锁定曝光也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依然是苹果没有完全开放相机原数据造成的 所有的锁定曝光并没有真正的完全锁定 而是给了苹果自动调整的一个缓冲空间 视频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两个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优点 我想主观的来总结一下iPhone 12 Pro Max的摄像头表现 第一 如果拍照 你可以找到画质比苹果好的安卓手机 变焦比苹果好的手机 微距比苹果更好的手机 广角更优质的手机 夜景比苹果更好的手机 但是落实到整体体验的对比上 不是说苹果最好 但苹果可以排进第一梯队是没有问题的 而关于苹果的Apple Pro 我前面有两个视频已经详细解释过了 成像效果我是真心不太喜欢 苹果的内部干预太多了 画面很硬 太干 而且无法还原 只能用第三方软件解决锐化问题 视频从整体来说依然是最好的 但是安卓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 在画质表现上连压苹果 尤其配合MC Pro 24fps 很多安卓手机都可以拍摄10bit的4K画面 关闭锐化各种伽马曲线后期调整 画面的电影感远远超过苹果 说几个安卓视频吊打苹果的地方 第一 华为的慢动作镜头 尤其是那个1920帧的硬件级别的慢动作 真心吊打苹果 第二 索尼的4K 120帧 HDR视频 这个确实牛逼 这个规格已经是里安拍摄好莱坞电影的规格了 配合第三方软件 画面呈现苹果完全不能比 但是从整体的体验来说 苹果的优势依然还在 比如华为和索尼视频很牛逼对吧 但是你只有一个摄像头能做这样的操作 其他摄像头都不行 而且你的超级慢动作只能拍零点几秒 苹果的任何一种拍摄模式 都是你可以一直拍一直拍 直到拍到没电为止 其次 iPhone在视频录制的时候 耗电控制很好 也就是说你出去玩的时候 拿着苹果一直疯狂的拍 根本不用管其他的 去年有个广告是苹果手机拍一个博物馆 一直4K 60帧拍了五六个小时 还有剩余的电池 你拿任何一个安卓手机来试试 首先很多安卓手机在你录制4K视频的时候 就只允许你录制5分钟或10分钟 就是怕拍久了发热 一般来说录制两三个小时 电池就早早耗尽 苹果这个一直拍五六个小时 确实是苹果软硬结合最好的体现 如果你用的安卓手机要长时间拍4K视频 还是乖乖的准备一个充电宝吧 好了总结一下 苹果这三颗镜头的综合体验呢 我认为依然可以说是一记绝成 但是在可玩性或者说在一些单向的对比上 很多安卓手机已经超越苹果了 那我也希望在来年当中 苹果可以开放更多的权限 给到第三方软件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可玩性可操作性 希望来年苹果做得更好吧 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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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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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